第四节目 烈大夫中医教室 主持人 张淮烈中医师 好 回到第2节的烈大夫中医教室 烈大夫 现在飞来飞去 你经常有没有发觉睡着身上 睡不着觉吗? 其实也会的 我没有你的适应力那么厉害 你上次在加拿大飞去日本找我 不,台湾 很快,在台湾找我 然後你說,簡直沒有雷尾 我真的不行 睡在三寶床也好,時差區域也好 我都真的比較難生意 如果我們當次,我記得說過旅程 我一下來就天空江去到台北 今天又和你吃早餐 然後就放下行李 走個圈,吃個飯 然後就回到酒店喝一喝 然後晚上又出去吃雞家莊 然後跟KC Sir去臨心不露喝酒 喝到十一點多,其實一直撐下去 在鐵人樂力賽之下 就算扔你去荒山夜餐沽墳 或者有些亂葬江 你一定會 這就是解決將來的問題 哪裏睡得到太累了 你沽墳夜葬江 正常的人又怕鬼 睡不著的 但是你就厲害了 那次我差不多算過 你應該三十六至三十八個小時都沒有睡過 你還能受到嗎 但是那個其實有些很輕度的 那些叫什麼 打坐 又或者閉目養神 那就是在飛機上面 捱了一段睡不到覺的 閉上眼 你知道周邊發生什麼 你帶你進入一個休止狀態 這樣的情況 但是你知道在飛機 我們有時候搭這些長途機 空氣又不夠 那身體又屈住 在狹窄的環境裡面就不舒服 還有一些沿途裡面 有些女客就帶了小朋友 乖乖乖叫 又或者一些有尿頻的 旁邊的乘客就出入入 睡著也可以被那些 外面的雜聲吵醒 是啊 所以我有一個心得的 我從來都是坐窗口邊的 為什麼這樣呢 你煩人好過你別人煩你 哈哈哈哈 不是的 我可以不用窩尿也行 很壞 但是當然 不要喝那麼多酒 如果喝太多酒 你窩尿頻繁就不要了 坐邊 坐邊 因為坐邊 無論怎樣都好 人家 你很難去跨過那個人 包括你坐十幾宗的機 那 反過來 我忍得到 或者我真的不用窩尿 我可能只窩一次 即是十二個小時 其實可能六七個小時 八個小時 我才窩一次 都不會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這是第一樣的貼士 第二樣就是 在整個飛機的過程裡面 其實最重點就是那種拉筋的情況 如果大家明白 無論在美洲飛去亞洲 這個叫做東飛向西 另一個就是由英國 歐洲 飛回去亞洲 現在大部分 很多香港人都是這樣 由英國回香港 去台灣 去日本玩 西向東飛 跟東向西飛 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這個跟地球的自轉有關 如果你由西向東飛 那些飛機 其實是特別重一點 如果你由東向西飛 就比較輕一點 但是無論怎樣 其實你躺在那個座位那裡 筋骨出現很嚴重的問題 所以我們從來都是建議 你如果真的需要拉筋的 我們通常都建議每四至六個小時 就起床一次 其實你縱使不急了 你都會去廁所門口拉一拉筋 做一做一些瑜伽動作 因為這些情況下 拉完筋之後鬆一鬆 然後回去按一按看movie 然後你就特別容易睡得著 這個就是飛機上面的提示 是啊 那去到去睡覺 其實就是我現在這麼大個人 就好看兩樣東西了 第一當然那個環境那裡就不需要說 寧靜就是最好 很吵炒 吵集就很難去影響 就是進入水 好像今天和我們錄影之前 幾個小時 我四點鐘起床 突然之間外面 我都很近一條的 過了樹林之後 就是一條大的馬路 他說不知為什麼 有些聲音出來 就在那裡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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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一个太软的matrix 它藏了 还有一个过分软 头像咬喉了 升了在deep sand里面的枕头 又或者硬了 你的颗颗就谷起了 永远就像V型的shape 令你的颗颗就不舒服的 一些过厚的枕头 你要找到一个适合你的matrix 和一个枕头 其实开始年纪大了 这一件事是重要的 其实不单是年纪大了 比如我们这些飞得这么密的人 其实有时候去酒店 我们都会发现相关的问题 因为不是全部枕头 都会適合不同的人的颈椎 这个也吻合了 我们这个睡觉的话题 因为颈椎的健康 其实它会影响肺的功能 如果有一些人的颈椎 歪得很厉害 其实它本身吐气是不舒服的 你的颈椎能够向左歪 还是向右歪呢 其实它会影响了 你本身的胸壳 呼吸的扩张程度 所以呢 我们第一 就要起码把你的颈椎 变成相对正确一点的位置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枕头 无论你是飞得多的人 像我们这样 还是你可能在家里 在香港 或者在英国 你不是很多飞的朋友 外国人的枕头 和床褥 其实那个 淋的程度 是超出我们亚洲人的水平 是 因为大部分 外国的枕头 和床褥 它都是好像 乳涌 那样的 就是它本身是没有承托力的 那这个呢 为什么是这样呢 因为外国人本身的文化 惯性 它们那些床褥很少做硬的 其次就是 它们没有这么讲究 本身不同的层次的质地 它可能是上面铺两三层 然后下面就加大银弓 但是在我们现在 现时的脊衣和脊骨的科学上 我们建议 弹弓是可以有的 它是可以给予承堂 弹弓上面那两三层呢 其实应该要厚一点 所以呢 我现在呢 可以跟大家说一样东西 我很夸张的 我现在在台湾呢 这间屋呢 我的脊椅呢 我是去到两三尺的 我那个床褥的墊呢 那承托力是非常恐怖 它不可以说是硬定远 是它可以接近每一截都承托到来 这个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就是枕头 当你的颈椎 譬如好像我们有时候 写字啊 我们读书啊 我们倒下头 或者玩电话 那这个呢 它就会导致你的头 前傾哦 然后呢 你的颈椎呢 你的颈椎呢 譬如跌在那里 然后呢 其实它瘦的重量是几倍的 是 所以它会不停地 不停地把你整个胸壳扯去前傾 所以如果你没有一个相对好的承托的枕头 和这个床褥呢 其实你的颈椎一出事 你休息也会不上 当你氧气休息不上的时候呢 你睡觉也不会倒下的 所以有很多颈椎出现问题 腰椎或者整个脊骨出现问题 你睡眠不好的朋友仔 原因都是因为你的氧气吸收率是没有足够 我们在那些民间传奇啊 或者一些古装片呢 我们看到那些人睡觉呢 他们睡在一些硬板床那里 古装的时候啊 嗯 然后跟着呢 他们的枕头呢 就好像一块的木筍那样 然后呢 就丢着一个curefture 去承托你的后尾枕 就这样枕下去 其实基本上呢 我看到那些古人的睡觉呢 就是昂睡的 鼻缸和面向天 头就是枕了 就是他们有一句古文是说什么 睡觉也要睡得正确的嘛 睡枝也要睡眠 但是我们现在 哇 脚撑开又有 就是肚皮打开又有 哇 脚撑开又有 扑转的又有 打击的又有 没有你这么讲究 真的要扔下头在后面 这样睡 好了 我又想请问了 是不是有个原因在这里呢 睡硬板床 和把一个硬的枕啊 托着你的后尾枕 然后你枕下去 当你不动的时候 其实就是把你的脚趾向后 舒缓回 平时我们很多时候向前经啊 做很多事情 地心吸力的影响 你的头都会向这边的嘛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睡觉 是不是将你的颈椎 拉回直一个位置 以及将那个床板 将你的背脊 扔回直它呢 其实呢 很有趣的 以前古人呢 那些枕头呢 如果大家去过博物馆看 你会看到它是一个 好像陶瓷的 是 或者用一些木的枕头 那些枕头呢 那些枕头呢 就是很高的 很厚的嘛 它会将你的后尾枕托起的 是 那我们中医里面有个月位呢 其实是在正 用来枕住那个枕头的位置的 那那个月位叫肉枕 肉枕 所以最靓的枕头呢 以前是用玉来做的 好了 但是无论是用玉 用这个陶瓷 还是用这个木都好 它的厚度都是说 应该最少是一支大啤酒那样厚的 那这个角度呢 其实已经超过正常的颈椎的弧度 颈椎的弧度要向前 但是如果它真的那么高 其实反而都是对颈椎有受损 但是为什么以前古人是会用这件事呢 不是他们会养生的 而是他们本身每一天的劳动力 劳动力是相对高的 它跟我们现在现代人是不同的 所以它本身的肌肉的质地 和它那个肌肉的绷紧度 是相对我们现在现代人是强很多的 所以他们以前的人 经常就说 睡高的枕头 睡硬板床 这样就会健康 因为它本身的肌肉的绷紧度 它可以透过一个相对硬板床 可以在夜晚睡觉的时间 伸展得到 但是我们现在现代人不是 我们现代人是 我们回办公室 我们会吹冷气 我有机会做运动 我每一天肌肉是相对松 或者我特别又容易感冒的 身体体质相对比较差 其实我们就没有可能接受到这么硬的硬板 当你接受硬板 你夜晚睡觉的时间 肌肉了下去 然后你的腰椎的位置 还有你的颈椎 我不用用那些古代枕头 你已经整个沉了下去 所以我们只建议 你要看回每一天的运动量 来决定你的床板 你的枕头是硬还是软 所以我们有一个很概括的理论 就是 如果你运动量 是相对不太充足 其实理论上偏临一点 有可能适合你 但是如果你运动量是很强的 理论上硬一点会适合你 但是这个是很概括的说法 但是古人不代表什么都对的 以前整个生活上 作识上 跟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 所以枕头和床褥 往往是令到脊骨的健康好 令到你呼吸相对畅顺 这件事情 你真的不试过就不知道 嗯 明白了 好了 列大夫 我又想问一问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现代人的 睡觉的姿势 其实会不会影响到 他要找你帮忙针灸 就是做推拿的一个主要原因呢? 因为睡觉睡得不好 睡觉的姿势不正确 床褥和枕头的配合 对他平时的日常的活动 是不协调的 会不会影响到他将来 可能压得太压 令到脊骨扭歪了 脊椎移位 或者大阵 会有长期的扭曲 压力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因为我们中医来说 我们会把垂肢 通常会分为四种 大家都明白了 因为我们四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养股 譬如大字形这样睡 好吗? 左右两侧 左右两侧和趴在这里 我们首先说趴在这里的人 趴在这里的人 为什么喜欢趴在这里呢? 因为他的肚子是比较冷的 他背部比较热的人 就是我们叫做阴虚的人 他就喜欢趴在这里睡 因为他的背部比较热 第二个就是养股 正常的睡肢 正常睡肢 阳气是在背部的 胸幅其实是一个 我们叫阴的聚集的点 理论上你阳气重 你阴气向上 这个就是我们人类 进化之后的结果 所以进化后的人 很多都是这样睡 动物就这样趴在这里 你有多可见一只动物 是向天这样睡的 裁长 他信你 那只猫猫 那只猫猫和狗狗 他将肚腩给你是一个信用的 表示 好了 但是打疾痕 其实有很多的 专业的医学家 都会觉得是一个 相对健康的睡的方法 原因就是因为 无论你平睡 还是趴睡都好 你的脊骨 都仍然保持着 你相对拉直的状况 但是如果大家有记得 我以前列大夫中心教室说过 脊骨我们有四个弧度 这个弧度不是直的 这个弧度是由颈椎向下 就是如果我是趴在这里的动作 向下 然后胸椎向后 然后腰椎向下 然后腰椎向下 然后尾龙骨勾上去 如果这个动作 无论你趴 还是向天仰臥呢 其实这个也不会令到 你的腰椎相对变好 而你打疾痕 它就不会影响了 这个先天的正常弯曲 但是当然 我们都要去银别的 就是有些人 如果他打側睡 他永远是喜欢側左边 或者側右边 其实可能他的腰椎 都会歪去其中一边 所以我们建议 如果你真的要左側和右側睡 我们一定要在大腿夹枕头 同一时间枕头的高度 就要由矮变高一点 因为如果大家明白 你的肩膀有个弯度 所以你的承托 一定要有这么厚 如果你没有那么厚 你扁的 你的头就会歪了 一歪了 脖椎又歪了 所以如果你 躺开哪个动作 你觉得舒服 可以 但是注意的 就是打側睡的情况下 枕头相对高一点 而且放得到肩膀位 肩膀位多一点 同一时间大腿夹枕头 这个是第一 特别容易入睡 第二 它相对保持着你 你的盆骨 不会因为没有一个枕头 就是你的大腿 然后就会扭歪了盆骨 无论你左側右 而仰臥 习惯了的朋友 那就不要紧 但是如果你腰 开始出现一些累 还有不舒服的 可以加一个睡觉的腰战 而趴在那里睡 其实我们是不建议的 因为趴在那里睡 对脖椎非常差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选择 仰臥的 摄腰战 左右睡的 大腿夹枕头 枕头高一点 那理论上 睡觉的质素应该都会好 但是睡了几十年 习惯了某些姿势 因为一时之间改 就真的改不了 是啊 比较难改 所以我希望 仰臥和左側质碎的朋友 按照我刚才的建议 趴在那里的朋友 尽量都慢慢转回去 左或者右側睡 这样永远会好些 好了 我们看到刚刚最新的一个调查 说香港的朋友仔 睡觉 有很多朋友 是睡不足六个小时的 而睡不足六个小时的 无论男女 都超过百分之二十几个百分之的 机会是会短命 睡多过六个小时的朋友的 李大夫你怎么看 这个研究是一种的说法呢? 这个研究其实 在医学的研究上是不严谨的 因为我们说如果真正在全世界 供应的有很多个研究上 发现无论你睡六个小时 还是八个小时 这个和寿命的水平 未必是直接的关系 因为你说八个小时的睡眠 其实是已经几十年前的一个医学研究 他会认为人类要睡够八个小时才健康 但在目前现时的医学上 在最新的研究上发现 这个六个还是八个都不是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真的少过六个 那就可能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是六至八个就好了 我真的睡眠不够 因为我平时每晚大概十二点钟睡 五点钟我就一定会大眼起床 因为要查查他们 那些小伙子 赵哥有没有上后台上 然后免得被人们在网台留言炸刑 他们会出错直播的材料 要看这些东西 有时发觉迟了 或者旁边的电话 就会响一些信息 查一下香港那边 有没有爆锅 到我起床才会有些要接招 如此类推 然后又要起床和你们去做录景 六点钟我就要起床 其实基本上五点多就要醒的 自动会醒的 自动会醒的 因为你怕要睡就睡过了 你过了六点多 啊死了啊 要他们等着 那又会这样的情况出现 我们都是只有五个钟到六个钟左右睡觉 比尽你睡足 一夜睡天干六点多 是很少的 通常我们十二点多睡 三点钟醒 五点钟醒 接着六点钟一定要起床 那这个真的不行 因为我们说要总睡眠时间 其次就是中间断开的那一阵 其实是对身体很适合的 那我就建议 如果你能够做得到 尽量在六个钟 六个钟就可以了 其实六个钟和八个钟 其实分别不大 以前有研究过 六至八就够了 但是当你去到 只剩下两个钟 四个钟 那其实你有数据 我当你昨晚 你十二点半睡的 好了 接着三点起床 你又要半个钟才能够睡 三点半才能够睡 接着四点半又醒了十五分钟 那里又没有了 大概一个钟 好了 然后你五点多钟又要起床 其实你睡觉只有四个钟 那真的不够 但是你说是不是 六个钟一定比八个钟 这个不代表是 我最多都是 平时是 就是下午 几多钟 我看你还没做 morning glory 因为我五点半 就要做morning glory 那就是 哎呀 走去補一補眠 一个钟头 精神一点 继续去做工作 我现在是变了 很interval式的形式 去睡觉的 那我都奉劝岳鱼 因为你每一觉 你没办法完整 由头到尾 中间不醒 不计你有没有做梦 那我只是计你的 那个 间段性 这个是对身体 很大影响的 所以呢 晚上 你不要再开Wi-Fi Wi-Fi 是很重要的 因为Wi-Fi 对于人的睡眠 是很干扰的 你可以做一个实验的 其实这个实验很多人都试过 其实都是几准的 你试一下 你有一天睡觉 我把电话 我不是放在一只手的距离 我直接放在我的耳边睡 你试一下 连续 那个礼拜七天 你都是把电话 开着网络 开着你5G 开着你Wi-Fi 然后你那晚会有特别多梦法 嗯 其次就是特别容易醒的 好了 所以我们睡觉有两个必要的 把你的电话 第一 最少要放六尺以外的 还有第二 就是不要 关系 不要开Wi-Fi 不要开5G 你不会在睡觉的时间 我当你那六个钟里 收到任何的信息 不是因为它会震你 不是因为它会说 有些东西传给你 而是因为大器的电波 它的网络 那个传送 其实它会透过你的Walter 你的Modem 然后射到你的电话 然后它通过你的头 这个区域的时间 你就睡得特别差 所以第一 了解了你的Walter 第二 你的Walter 和你的电话 通过那条线 大概都不要太近你 至少要六尺 很远 很远 都比较远 但是你的电话接近 这个电话接近 没错 没错 第一个几天 或者每个星期都睡不着 其实你是呼不着气的 呼不着气的 呼不着气的原因是 你的身体的肌能 和你的胸壳 本身的胸骨 和肋骨 的肌肉 它一直处于 绷紧 它没有放弃到的状态 其实你的胸壳的提升 和吸气的量 都是低 所以我们从来都是说 你不够氧气 你从来睡得不好 你够氧气 就睡得好 这个就是 金身水的问题 所以我们终于说 肺气的重要程度 你不要以为 你不会咳嗽 你不会呼不出气 其实它甚至会影响你睡眠 所以睡眠 睡得不好 常常眨醒的 晚上多梦的 难以入睡的 日头精神 睡完都好像没有睡过 不好的 其实有很多的朋友 是因为血氧的问题 还有那个氧气 那个呼吸 是不足够去支持 你身体的机能而产生 其次就是 睡得不够 你的消化也一定不差 有很多朋友 有孩子也是 一睡不了 然后便秘 好了 无论吃多少也好 你也是便秘 然后你就想 不如现在这么多酵素 我吃酵素 但是我可以实在和大家说 现在有很多健康失贤民 其实不是真的想象中那么健康 尤其是酵素 酵素是很多女孩子 喜欢吃 然后我来减绑减肥 和排大便舒畅的 但是酵素 不是一个很值得 长期应用的 酵素是一种 在植物 和在我们的 一些穀物类 的表皮里面 它的一些 天然的成分 但是当你如果长期 长期大量的摄取 其实你令到你本身的 抢 本身的排泄太多 它反而会令到一些人的身体 会由实转虚 如果你本身是虚搅的底子 其实你再用这些方法 其实是虚上架去 所以我们一定要看底子 譬如你如果是一个实烈的人 在大便平日 整天便秘的 你可以用一下 但是用一段时间停一停 如果你是虚的人 譬如你手脚冰冻 你平日已经不长育 你可能 整天都是 譬如女孩子会有痛经 那些情况 其实酵素也不太适合 所以你要用不同的方法 来应对不同的状况 所以好像睡不了 你可以 譬如 睡不到覺,加便秘,你用酵素有可能睡得好些 但反過來,如果你睡不到覺,但你平時肚寫的 你用酵素就不會睡得好些了,所以我們就要鑒別這件事 明白,排便,高血壓,胃口會不會有影響呢?睡不到覺 胃口也會,也不會有胃口吃東西 精神彷彿,頭痛,這些一定會有的情況 不夠睡的時候,我自己都會知道的,你的頭會很痛 痛得很緊,你就真的要靠睡覺,才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是啊,因為你不睡,你的頸就可能滑來滑去 其實正常的頸要放鬆的,其他時間 24個小時,我當你睡不夠,你只有4個小時 就是20個小時還在用著,你搖頸一緊,頭一定同 所以大家希望做得好的就是,睡得好 好,無論是左傾還是右傾,向上,但就不要向下 保持好一個脊骨健康的情況 理論上睡覺都會好些 我的一個情況,當然是很別類的 因為我要接觸世界各地,我們不同的朋友的時差 要早起床,早起床做事 加上我有時的工作量,又或者我要理解整個系統 我現在運作,有時我睡得不夠 但是當然大家千萬不要模仿 因為我是長期受壓,皮質純偏高的人 如有雷同的遭遇,就實屬斬靜 但是希望各位睡覺前,不要看那麼多刺激的事情 尤其是不要像搞貓俊那些,打遊戲 其實基本上腦袋活躍一天,都不用止意睡覺 是吧?就是看一些《Wilderland》這些電影 借他睡覺,你也不用止意睡覺 所以臨睡前,大家要進入睡眠的狀態 我想兩個小時之前,已經開始要減輕一些 接收一些外界的提示 否則是很難睡得到睡覺的 會不會呢?李大夫? 是啊,要減輕的 包括像超哥,喜歡臨睡 接著就開這個鼓勵來看 是啊,沒錯沒錯 過分的思考,那些全部都要減輕 沒錯,或者你真的可以喜歡的 就聽聽其他一些網台的主持人的節目 因為他們說話太緩慢 還有說話的速度實在是太慢 而且有一個很臭腫、很於父的論述 這樣就很容易令你睡著 我爸爸不知道是不是聽老蕭 因為是令他容易睡覺也不一定 是啊,如果老蕭正常 我們日間聽,我們要兩倍速聽完 但是如果你想睡覺,你試試0.5 可能會早睡 是啊,我又有一次火滾 如果老蕭正常講話,我突然說 你明天就用1.5倍速來聽 我已經是趕火車的速度去做 沒可能會聽我,那個節目 你又要劈套,拍完檯 這樣你還要一倍半速 你真是很急 可能那位朋友很乾火性 哈哈哈哈 一倍半速這樣聽 明天就覺得很厲害 如果你用倍半速再聽 又有鱷魚談 我已經用倍半速做鱷魚談 所以用倍半的速度再聽聽就啪啪聲這樣去 是啊,如果是鱷魚,鱷魚其實你一倍就可以了 就是你正常速度 我們如果隔離現在有這麼多KOL 有這麼多台 我以前說過,有失眠救星姓沈那位教授 他很好睡啊 然後蕭山也很好睡的 是啊,那大家,我不是踩台 大家如果... 要是綜合了各方面聽回來,聽他睡著覺 那就行了,現在他們有催眠作用 其實他們有妙不可言的,也有副作用的 然後聽他們的節目 是啊,大家想精神的 聽教主,聽惡魚就是精神的 所以晚上,你當一小時,不用兩小時 一小時,那鱷魚一倍速就可以了 是啊,但是如果你真的睡不了了 你馬上開燒山 然後教0.75 應該是OK的 或者聽沈教授 沈教授正常速度,你也能睡到的 啊,他厲害啊,他是金牌來的 是啊,一定會睡著 好,差不多了,要出街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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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